一连数月 辖区内接连出现百元假币 警方介入 抓捕现场竟一无所获 案件陷入僵局 一辆面包车成为最后的线索 时间所剩无几 警方决定冒险拆解车辆 极限搜查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22年5月的一个深夜 麒麟省长春市公安局 二道区分局的民警们 正在仔细搜查着一辆涉案车辆 搜了很多次 搜的也算是比较彻底 把一些酒店啊 包括后备箱啊 能简易拆开的地方都已经拆开了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钱 与此同时 审讯室里 民警和嫌疑人的心理交锋 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他的手机有好几十个未接来电 先是微信语音未接通 后期就变成电话 应该这些全是他的通货 此刻 嫌疑人也在想尽一切办法 消耗着警方的时间 因为他毕竟在我们下去 有这个违法犯罪的事实 有这些客观证据 所以说我们传唤他 当时仅有24小时的一个传唤时间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说 时间其实远远不到24小时 突然间 一名侦察员来到审讯室 把刚刚在车上找到的关键证据 摆在了嫌疑人的面前 在王启德这个行李当中 我们发现了一百多盒 同样的他经常抽了这个香烟 看到这些香烟 一直镇定自若的嫌疑人脸上 出现了一丝慌乱 这些香烟上面的编号都不一样 香烟有个特点 同一条香烟 它会有同一个编号 那么当时我们也就可以断定 这大概是一百多个 研究超市流出来的香烟 可是当嫌疑人看到 民警出事的证据里面 只有香烟时 神情又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 他的神情就很凤凤了 然后这会儿我们就觉得 这个事情不简单 警方找到的这些香烟 和之前辖区内群众多次反映的一类情况 密切相关 很惊讶 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花假笔 真的非常气愤 太可恨了这个人 生意也不好 如果我一天就挣点钱 你妈还收到一张这个假钱 这一天就是给他干的 我还就是啥还这么着 干点小买卖 这是唯一是个生活 你说这点生活 你说得还想给你给骗 不二大哭 你说这人也太坑人了 本身就不挣钱 你还给我假笔 你说这人是太脏良心了 你说这人 前两天社区民警入户所访 发现咱们辖区复匠 烟酒超市 收到了这样的一张奖励 冠字号是尾号6518的 咱们社区民警 在对辖区小商户 进行反诈宣传的时候 就听到咱们这个烟酒超市 抱怨那句说 这年头还能收到假钱 这点太倍 当时咱们民警 就没把这个 他随口说的一句话 当成小事 当时这个老板 就已经把假笔给我们了 这个假笔做的和真的 一般来说也是看不太出来 可能说在手感上 稍微显得粗糙一些 不像咱们正常画的纸笔 这么柔软 但是一些防尾 水印 以及就是钱币中的金线 这些都是有的 于是我们就调取了监控录像 发现有一名男子 神色特别的慌张 交钱的时候 左股右胖 是用一张一百元现金 去换取一盒香烟 跟九十元零钱 观察到嫌疑人 在交易时的可疑神情和动作 警方推断 他明知手中的货币是伪造的 且有意使用假币 鉴于辖区群众近期的多次举报 您警决定将该假币带回 进行进一步调查 第一步是拿着这张假币 去到中国人民银行 在他们调取一下 近期在长春市境内 有没有说收到过类似的假币 或者说这个相同的 观资号的钱 您好 我们是东升路派出所的 然后想看咱们银行 资讯一下 看咱们那边近期 有没有收到就是类似的假币 希望查一下 在中国人民银行 长春中心之行 民警了解到 近期他们手脚的假币数量 明显增多 也正打算与警方取得联系 近一个月大概有147张 就是同一观资号的假币 对 同一观资号的假币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边想查询一下 近期这些群众 把这个假币 叫到你们银行的这个名单 看看是哪个网点 还是哪个直行收到的 我们想照群众了解一下 只是银行收上来的141张 可能说实际流入到市场的 有些人说假币 不一定会上交给银行 可能自己也说流通了 或者说销毁了 这种情况下可能远远大于140张 这批100多张假币 均使用同一个冠资号 银行和警方都意识到了 事态的严重性 这不是零散的假币流通 而是应该来自同一来源的 批量假币 很可能是近期 有人在长春地区集中投放 假币问题牵涉到经济安全 社会秩序 以及公众利益的诸多方面 民警迅速上报案情 并成立多案组 全面展开侦查工作 跟我们的长春公安局进行报备 让所属部门给我们出具了一些 近期内报过120 报过时候收到100人假币的这种警情 然后我们又通过银行 这个140预章里面 有大概80多张 是留有提供人的身份信息的 通过这个 我们给他们挨个打电话 了解是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收到了这张假币 经过一番细致耐心的排查 警方注意到 很大一部分假币 都来源于 辖区内的烟酒零售商户 大多数人都已经记不清 当时是从哪儿获得这张钱了 已经倒了好几手 又或者是 电话内监控不好 再加上可能当天也不点账 可能是过了一天两天点账 所以说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诚然 烟酒零售商店 使用现金交易的机会 确实更多 但这样集中的出现假币问题 其背后的原因 肯定没那么简单 这不是一个偶然情况 它有可能是有预谋 有组织 有策划的这么一起犯罪活动 警方与当地烟草监察部门 取得联系 获取了辖区内烟酒商店的注册信息 并逐一进行了核实 同时 专案组还安排民警 加入长春市各大烟酒经销群 以便广泛搜集线索 如果是没有联系方式的 我们那就实地走访 直接去问 所以说经过大量的排查 甚至排查了好几百家这种小商店 最终把这些受害人全部找到 随着走访到的受害者渐渐增多 这起案件的脉络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警方调取了这些商家 在他店内的监控视频后发现 使用假币购买香烟 并换取零钱的 竟然都是同一个人 基本上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也更确信 这个人 他是说有这个作案的动机 而不是说简单的收一场假币 都是买一盒常门人香烟 然后拿一百元的纸币去 找零钱 那么我们又通过他的轨迹 进行这个搜索和研判 最终就是没发现 他在咱们长春有这个实际居住地 而且他在长春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生活轨迹 那么基本就可以断定 他是到长春来 可能就是为了使用这些假币而来 专案组怀疑 所有这些贯字号相同的百元假币 都是由该嫌疑人散布到市场中的 这显然是一起有组织的实用假币犯罪 目前通过我们研判 这个人他在长春室内 已经逗留了15天左右 经过咱们目前的工作 发现这个男子居住在 绿园区的一个宾馆内 然后他在通过咱们监控追踪 发现他和另外一男一女 有过这个交集 现在怀疑他们应该是同伙作案 但是暂时没有确认好 这个事实 摸清了嫌疑人具体的居住地点 警方通过宾馆入住登记信息 得知此人名叫王某德 户籍所在地为河南省信阳市 特点就是每天早上五点多出去 中午的时候会回到宾馆休息 然后在晚上五六点钟 或者七八点钟的时候 还会再出去到夜市去使用压力 看看说能不能可能跟踪这个人 然后看他在碰头的时间点 然后将这个团伙 争取多抓几个人 可是一连数日 民警发现这名嫌疑人 始终独来独往 并且出现了要离开长春的迹象 通过之前的研发信息掌握 因为它之前在其他外省市 停留的时间 也都在半个月时间左右 所以说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 时间紧 任不重 咱们今天准备组织这些星人抓捕 专案组分析 既然此人使用的假币数量很大 又始终独来独往 那么那些没花出去的假币 它只能随身携带 此刻对其实施抓捕 应该可以做到人赃并获 一主人在宾馆 他在一个房间隔壁等候他 还有一组是在跟踪的 掌握他及时回来之前 我们会通过自己的信息一个报送 大概是晚上九十点钟 我们就进行抓捕行动 来 抓住手 这不说你才这样 警方依法将王某 传唤至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同时迅速在宾馆内展开地毯式搜索 他是带着搜查证 对他的宾馆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这个细致搜查 包括宾馆房间上面的铁花板 包括宾馆那个卫生间里边的一个洗手盆 包括那个马桶 客民竟将宾馆内所有可能藏匿假币的地方都搜查了一遍 却一无所获 所有人脸上的神情都变得十分凝重 他们的作案特点是每天早上凌晨四五点钟去这个早市 去使用的一个假币 他们每天早上也会打一遍微信语音电话 这个时候就想着如果说在五六点钟 今天他没出现的话 会不会引起其他人的警觉 导致这个案件的侦办难度增加 审讯室里 民警和嫌疑人也在进行着心理上的博弈 他就很平常也没拿这个事当回事 就这种表情 我们当时也预判到了 他们对这个假币实供这方面 无论是法律条款 无论是这个反侦查上面 有可能在他本人的脑海当中 提前就预演过这个场景 嫌疑人似乎笃定警方找不到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 拿定主意 一言不发 一点一点消耗着时间 想要从这个人身上打开突破口 就必须找到扎实有力的证据 在排查到他伪生间 那个垃圾桶直楼的内侧 垃圾桶是由一个桶外面套着方便那儿 在这个方便那儿和垃圾桶 那边内侧有一把车钥匙 车钥匙上有信号是有标志 看到民警把车钥匙摆在面前 嫌疑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他说我不知道 但是从神经中看出来慌张 所以当时认定这个车钥匙 肯定是说跟这个案件有关的 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既然嫌疑人没把假币藏在住处 那就极有可能藏在这辆车里 可是警方目前掌握的线索 只有这把车钥匙 想要找到这辆车谈何容易 我们先通过对这个人的关系分析 去研判造计是他有没有一个车辆 最终发现在他的亲属名下 有一辆车近期来个过程追逝 那么我们联系了市值交友之队 对这个河南籍车辆 以及这个外地车辆 进行了一个大量排查 最终发现了一辆 预S开口的这个车辆 是作为这个重点嫌疑车辆 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 最多还有四个小时 嫌疑人的同伙就要和他联络 警方必须和时间赛跑 在嫌疑人的同伙发现异常之前 找到这辆车 这个区域是在我们 常常是宽城区域路边区的交界 这个位置有很多 老旧散开放式的小区 而且它附近还有 好几个物流配合站 所以说在这种复杂的地域 去寻找一辆面包车 难度比较大 通过咱们现在的线索掌握 嫌疑人王某德使用的是 一辆白色面包车 应该是用这辆车运输的假意 然后车牌号 是非咱们常存本事以来 这个车辆今天在凌晨4点之前 一定要找到 到目前为止 咱们还有三个多小时工作时间 如果找不到车辆的话 咱下入侦查线路就会通断 这样的话为其他些人抓捕 也就失去了那个陷阱 所以说咱们时间紧认不动 各组现在又马上开始停车 好 好 此时嫌疑人似乎也意识到 警方找到的车钥匙并不能成为证据 又开始拖延起时间来 相当于类似于这种大海捞根式的搜索 因为当时咱们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只能是用这种办法去寻找这个车辆 警方判断 嫌疑人竟然把钥匙藏在住处 那么车停的也不会太远 然后咱们做了一个半径大概是三公里 进行这个牌照 余总 车找到了 赶紧过来吧 凌晨四点半 警方终于在一条隐蔽路段 找到了嫌疑车辆 并将嫌疑人待至现场指令 此刻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开始出现裂痕 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太可能 在24小时内离开派出所 治安拘留他10天15天 他都理解他都认可 他就一直在躲避刑事打击处方 您请将嫌疑人带回审讯室继续审问 同时对嫌疑车辆进行搜查 很快就在车上找到了大量香烟 当时我们也可以断定 这大概是100多个研究超市 流出来的香烟 花过100多张这样的假币 面对警方出事的证据 嫌疑人不得不交代了一部分犯罪事实 这个人承认自己花过三四张假币 也承认说自己曾经在哈尔滨 花过一次假币 但是这些不足以定为刑事犯罪的这个证据标志 专案组认为 这期假币案背后 应该有一个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地制作使用假币的犯罪团物 否则无法解释嫌疑人 多次大量使用同意冠字号假钞的情况 可是对此人的审讯迟迟打不开突破口 案件一时间陷入僵局 一夜无眠 天色刚刚放亮 嫌疑人的同伙就多次打来电话 想和其取得联系 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什么 因为时间紧已经来不及了 即使其他犯罪成员逃逸 或者是销毁假币证据 那么我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我们当时就又改变了侦查方向 先把王某德的一个犯罪事实固定 涉案车辆 很快就被民警送进一家汽修厂 彻底拆解 我们又带着他 和这个车一起来到了我们这个修飞厂 把这个车辆上到这个车辆检修大架上 逐一把车辆进去拆除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要把车辆的每一个零件都拆掉 嫌疑车辆的部件被一个一个拆下 轮胎里发动机舱 甚至拆除了车辆底盘 仍被发现家庭 说实话 就摸起来到车座 然后在车座的旁边侧面一个洞里 把手探进了车座里面 结果一摸 当时挺激动的 摸到了一方块形的钱 一包一包的 当拿出第一搭钱的时候 他当时就已经跪在地上 然后我们就特别的清晰 然后随着继续的拆装 陆续发现了其他藏匿的假币 警方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假币 经统计在主驾驶副驾驶靠背加层内 搜到的同一罐子号的一百元假币 数量高达一千余张 大量的客观证据摆到了他面前 他已经解释不同 或者是无法再进行继续狡辩 然后他就交代 他是从他的上线叫徐茂荣 从他们那进的 进完之后他负责运输 据嫌疑人王某德交代 该团伙一共有十多名成员 在长春和哈尔滨两地 都曾大量使用过这些假币套取现金 其组织者是王某和和徐茂荣 假币套案通过我们历史三个月的侦查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们已经可以断定 是由河南的郑某 以每张八元的价格 把电池一百元的奖利 出售给徐某荣王某和夫妇 再由徐某荣王某和夫妇 组织王某和同乡到外省 地势进行使用假币 一个以郑某王某和徐某荣为首的 致受持有使用假币的犯罪团伙 浮出水面 警方决定赶赴河南开展抓捕 我们到达信阳池以后 我们第一时间确认好 这两个人的位置 他们的居住地是一个囤屋楼 前人居在三楼半 造物条件非常不好 当地里安咱们又被偷 咱们又不便打击 我们只能是化妆侦查 偷偷地跑到楼顶 偷偷地跑到对面去遵守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经过多日的遵守和侦查 警方终于将嫌疑人王某德的上线人员 徐某荣和王某德成功抓获 同时还起货了部分假钞 在警方和银行看来 这些假币的制作十分粗糙 在验钞机下非常容易识别 可就是有一些商货 因为粗心大意 会募收这些钞票 来到几啊 拿一盒宽窄 二十六支光 这么大 六十七十 七十七十四 来个选用本 二十几现在 二十七十九 好 七十八啊 五十五十 六十七十八块 十二十六 十二十七十 这钱不行 不换 这钱不行啊 为了提升商户 对于收取假币的防范意识 民警在辖区内 开展了一次假币识别测试 在随机选取的十多家商户中 只有一家商户的员工 识别出了假币 这一百是假币 这一百是假的 假币啊 是假币 哎妈我没什么 没注意啊 你再看看这一百 不是真的吗 现在是真的 我以为是真的 真的 这个你看这个假的就没有 这是纯金色的 纯金色 对 真是 我还可以摸一下呢 对对对 你摸一下 我感觉像真的 中间呢 我们也意识到 就是现在群众 因为使用的纸币比较少嘛 对他们的这个分辨能力啊 还是比较差的 而且很多人不是很注意 假币的危害 由此可见一斑 本这除恶误禁的原则 警方历时数月 先后两次赶往河南信阳 先后供抓捕犯罪嫌疑人 11人 捣毁滞售假币窝点3处 查获假币5万余张 提醒广大人民群众 制售运输贩卖使用假币 严重危害 破坏了国家集中指挙 下一步 我们将深化景地警民融合 扎实做好保民安 护民生 惠民利各项工作举措 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